另一个现场是在新北市的猴头猫村这边 不知道您去这边玩的时候 有没有买过这个猫咪凤梨酥 现在呢这个猫咪凤梨酥是去年新北市的十大伴手礼 但是呢有两家店家都说 自己才是这个正杠的伴手礼的店家 而现在要对付光棠了 详细记者 详细状况 连线记者赖简直 带到的猴栋火车站都会发现 最近呢有两家的业者都有在卖这个猫咪凤梨酥 那这个呢小巧可爱的这个猫咪凤梨酥 竟然引发了两家店的战争 那主要呢是因为其中的一家梅之乡的高饼店 他们声称呢他们两年前就开始卖这个猫咪凤梨酥了 可是没想到呢去年八月也有一家高饼店呢 就在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他们也开卖 而且去年呢还拿到这个新北市伴手礼的奖项 让他们觉得相当的不满 认为呢应该是由他们拿到 我们来听听刚刚业者说法 梅之乡猫咪凤梨酥被改成合同猫咪凤梨酥 然后领奖的时候我们又不晓得 他自己跑去领奖 我说这个生意真是没有一点道义啦 造成一个地方的那个繁荣 地方经济的繁荣 大家来到这边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买猫凤梨酥 然后大家买猫凤梨酥之后就再来评价 哪一家的好吃 这样地方自然经济繁荣 而不是就是说把它垄断 然后大家就是我独卖 然后把品质做得不好 我想这对地方经济没有好处 梅之乡糕点的诚信业者表示呢 其实这个猫咪凤梨酥的配方跟这个创意 都是由他们先想到的 可是他们也有送这个十大伴手礼的争选 可是没想到呢 却被这个爱妮西点给截足先登 先抢先了一步 那后来才做这个猫咪凤梨酥的 竟然得到这个十大伴手礼的奖项 让他们是觉得相当的不满 认为是有侵权之嫌 决定要采取法律行动 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彭内 好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在新北市这边 十大伴手礼猫咪凤梨酥 到底谁才是正牌的 现在对不公躺了